MING PAO CANADA 今天影片我要做一个开箱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收到的新年跟情人节的礼物们等等 同时也会开箱一些我自己买的彩妆的东西 最后我还要做一个giveaway 我准备了十个礼物 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记得要看到影片的最后才会知道要如何获得 就先从我背后的这边一个一个开始好了 其实这些我已经都拆过了 因为我把一些外包装的东西都先拆掉 这一个是我今天早上才刚收到的 是Cartier寄给我的新年礼物 然后其实我跟他们合作以来一直都很开心 然后他寄给我他们的红包袋 我去年又拿到他们的红包袋 然后我超爱的 因为他们的红包袋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就是他们的那个上面会有他们Cartier的这个包 就是送给那个长辈们长辈通常都会非常的喜欢 那这一次送给我的是鲜花 其实我还蛮喜欢收到鲜花的 因为毕竟跟Mike在一起十年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收过花了 所以最近我收到的花都是厂商寄来的 所以摆在我的桌上觉得很美 谢谢Cartier 这个是Louis Vuitton寄来的 然后其实我也已经开过了啦 只是就是觉得他很美 所以我还硬把它包回他原本的包装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收鞋卡片 我觉得这年头呢还可以收到收鞋卡片 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一个很美很美的珠宝盒 它呢就是是整个是有点像压克力的材质 然后上面有他们这个经典的这个LV的扣环 然后它这边打开 它就跟它的包包的制成是一样 它就是这边按下去然后这边就可以打开 我一直在找一个漂亮的盒子来收纳我的手表 谢谢Louis Vuitton 这个情人节要到了 一定不能错过Godiva的巧克力 其实我去年7月还是8月 跟他们去了一趟上海 然后出席他们的活动 其实他们整个品牌其实有了更深的了解 然后我也变得 原本就已经很爱吃他们的巧克力 然后现在就觉得更爱 然后这是他们情人节推出的Truffle Set 老实说我跟Mike平常也没有在过情人节 因为我的生日跟情人节很近 主要都是庆祝生日 然后情人节可能就是会顶多出去吃个饭 或者是送对方一盒巧克力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再来我们来开Dior的好了 里面呢是他们 也是一样他们很美的红包带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收到厂商寄给我红包带 因为我觉得都好精致 我就会有一点舍不得用 而且好处是就是不管你是去包给长辈啊 或者是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你送出去的红包带就是会跟别人不一样 好像比较厉害的感觉 也是Dior寄给我的有一个小小的手写卡片 Miss Dior的香水推出了滚珠瓶 Miss Dior的香水其实我也很喜欢 然后其实我上一支影片要分享的时候 呃其实我想要分享它这个Blooming Bouquet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我那一瓶香水 有可能是被Tristan拿出完了 所以我收到这个我好开心 小小的然后 打不开 诶 怎么打不开 哦 它又转了啦 哦 它里面是像这样子的Roller Ball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插在身上 哦 好像好舒服哦 像这样子的Roller Ball 它其实它的味道会比用喷洒的来得持久一些些 有两个味道 这个是Absolutely Blooming 这个好像是比较新的 然后这是我原本就很喜欢的一个比较淡雅一点的花香调 谢谢Dior 是应该很清楚了吧 SC Lauder寄给我的最经典的一瓶精华液 就是这瓶Advanced Nite Repair 春节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个红通通的限量版 保养品品牌其实这几年也越来越用心 就是每次不管是情人节啊或是圣诞节都会推出很多限量的包装 然后他们的价钱其实就是会跟他们原本的价钱是一样的 谢谢 这个呢是Baltham寄给我的新年礼物卡片在这也是收写的 我觉得收写卡片都很令人感动 他们的奇迹收户系列 收户系列我已经用掉很多瓶 就是这一瓶是非常非常适合干性肌肤的人用的 然后呢他们今年推出新的这一瓶乳霜 然后他的包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这边这样压下去 他就会从这边挤出来 我觉得这设计很好耶 你看你看你看 有没有 品是他们新的乳霜 然后他们全系列的味道都是那种 天然那个水的味道 但是我每次用他们的这个系列 我都会觉得他有一个水蜜桃的香味 但是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 然后好保湿哦 我现在涂在手上 就是他的质地变得好滑好舒服 Madelline寄给我他们新的唇膏 随便抓一个颜色跟大家分享 他的质地好了 他用的这个是SNU15 他的质地就是很水润 因为他里面有70%的精油 在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保湿力很好 然后显色度也蛮好的 这里有10个颜色可以选择 他的外包装会大概告诉你里面是什么色调 就顺便来开箱一些我自己买的彩妆 还有加满 Madelline跟Gigi Hadid合作联名款的彩妆 用了他们这一次的眼影 我觉得他们的眼影啊 质地我还蛮喜欢的 他的质地是比较creamy一点点 所以他的上色的那个显色度还蛮好的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系列的包装 是这种雾面的肤色 特别跟大家分享他们Gigi跟他联名的这个雾面的唇膏 不会像市面上很多其他唇膏会那么如此的显唇纹 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是我自己上网买就是colourpop的彩妆 他们就是很便宜 然后整体来说大家的评语都还蛮好的 他们的彩妆也蛮适合来交换礼物或什么的 就是他的包装真的很可爱 他们的质地都是比较creamy一点点的 所以他的发色度很好 然后也不太会掉粉 现在已经很少买那种单颗单颗的 天啊我把他摔破了 在地上掉了一个起来 好没关系我们把它塞回去 诶 他是像磁铁的耶 他会自己吸回去 OK好这样很好设计非常好 还买了这个是alixis brand跟他们合作联名推出的修容 那这一盒我觉得他的颜色蛮美 但是他的粉就有点太松 就是掉粉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些些 他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色 所以你可能下手要轻一些些 像我现在脸上修容也是用这一款 还买了他们就是kathleen lights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youtuber 跟他们合作联名推出的唇蜜组 然后他们一组是有三个颜色 那有一个是水光感的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擦的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比较雾面 然后一个是比较丝绒的 colourpop 我最不满意的其实是他们的唇彩 原因是呢 有一点点塑胶的味道 过程会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很不喜欢他的味道 但是他的颜色是漂亮的 我有买一个他们的遮瑕膏 遮瑕膏我就蛮推荐的 就是他的遮瑕膏是这种 比较湿润的这种质地的 然后延展力很好 遮瑕力也很好 然后也不太会让你的眼下 变得那个细纹出现 所以遮瑕膏我也蛮推荐 哦天哪 这个是我好期待的系列哦 这个是L'Oreal跟Faumont合作推出的 限量唇膏 这个系列呢 我真的是 之前他在美国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大尖叫 超想要拥有他的 这个应该是我印象中 第一次开价品牌 跟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彩妆 然后呢 你看他的包装有多么的浮夸 就是非常有质感 这个系列我觉得我没有打算要用 就是要把它拱在那边 平面的感觉 然后你看他的全系列 他分成三个色调 这个系列呢 分别代表就是 他们想要传达三个不同的态度 黑色呢 就是他们的时尚高级定制服 大理石呢 是野性蜂巢 绿色呢 是叛逆摇滚 我很抱歉 我没有打算要试色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系列 我只想要就是 直接就是这样把它打开 放在那边当作非常美的装饰 因为它是一个收藏 谢谢L'Oreal Paris 最后一个压轴 就是Jo Malone寄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很爱Jo Malone欸 该怎么说 他们的味道就是单独喷也很好闻 然后分开喷也很好闻 情人节限量的就是 Truly Madly Deepl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 然后呢 他们今年情人节就是有推出这样子 限量的包装 两个香氛相关的东西 搭配一个不是香氛的东西 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包装 然后里面呢 有我最爱的香氛蜡烛 跟两瓶香水 写的卡片 这个送情人节呢 Jo Malone也是绝对是 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生 看到Jo Malone不会尖叫 蜡烛是英国梨 跟小苍蓝 这是他们最经典的 就是这个我家里也有一个 已经快点完了 所以刚好可以补货 然后呢 这边有一瓶是玫瑰的 Red Roses 这个我家里也有它的蜡烛 所以就是很经典的玫瑰香分 然后这个是香薄木跟杜松 来喷喷看 这个味道就是常非常木质调 然后有点中性 我觉得它很适合就是现在秋冬的季节喷 可能会把它layer一些 比较花香调在上面 但是味道也蛮好闻 有一种很 让人觉得很calm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谢谢Jo Malone 帆布袋也是他们限量情人节的包装 所以好像全台湾限量才150个 所以大家要记得赶快去抢 开完了我收到的礼物们 我现在要来送给大家礼物们 那我总共准备了10个东西 都是价值千元以上的专柜品牌的东西 那油彩妆也有保养品 要如何获得呢 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呢就是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你想要我拍什么样类型的影片 第二个呢要追踪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所以你只要做这两件事情 我到时候抽出奖之后我会检查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YouTube 然后也要追踪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下面我会用一个表格 请大家都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呢 把你的名字输入进去 到时候我在过年前 我就会抽奖 那抽奖公布 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过年前就可以收到礼物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吧 首先第一个呢是植春秀的卸妆油 因为这个是我真的爱用十几年 就是没有变心的一个卸妆商品 直接单一瓶就可以卸除全脸的彩妆 那这个是他们比较顶级的系列 里面好像有8-9个精油成分等等 除了卸妆之外 又是非常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清洁商品 第二个呢是Dafon的这个精油面膜 这个我也觉得超级好用 因为第一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疗愈 然后里面呢你都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金掌花的花瓣 那这个我其实之前也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有拿到这个礼物不清楚怎么用 我会把那个影片也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再来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Baltham的这一瓶 奇迹修复金露 因为它真的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秋冬这个季节 因为它的保湿度非常非常的好 在用了之前记得要咬一咬 再来呢彩妆的部分呢 我准备了这一瓶雪鸡精的底妆给大家 因为呢这一瓶底妆呢 我之前跟他们合作拍他们的影片 我真的觉得它太惊人了 一层一层的叠擦 但是叠上去完全不会让你的脸有那种粉感 这个颜色算是比较中间色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肤色的人应该都可以使用 再来呢是这一瓶IPSA的凝洞 这一瓶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的质地就是比较适合中性偏油性 因为我冬天的时候我干性肌肤单用它 可能会有一些些不够 所以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凝动质地 非常好吸收 然后可以把你的水分都锁在你的肌肤里内 GAUS呢我也准备了这个酪梨眼霜 还有一个他们最经典的一号护唇膏 整体来说保湿力收护力都还不错 GAUS MONEY呢我挑了一支他们最新的这个唇膏 就是亮面的这个唇膏 然后搭配一个他们最经典的丝绒的唇物 所以呢就是可以同时获得两种不同的妆感 MAC呢我选择了一个是 我自己很喜欢MAC他们的比较裸唇的颜色 裸唇呢就是你可以单擦你也可以叠擦 这个是雾面的唇彩 它的显色度极高 通常是会点一些些在上面 然后用这样子点的方式 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会非常的美 Dior呢我准备了一个是他们的小的眼影 然后呢可是它里面却有五个颜色 同时呢我还有准备了一瓶指甲油 最后呢是蓝蔻 这个是算是这样比较经典的干燥玫瑰色 这个是他们的绝对完美精油唇膏 非常非常的好用 搭配一个正红色的唇用 然后就是他们这一系列的那个质地跟显色度 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OK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要准备给大家的十份礼物 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如果没有你们 我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丰富的人生经验 所以我希望我也可以分享一些 觉得很好用也爱用的东西 当做一点点的心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